耶稣对门徒说了一个比喻 为了要他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他说某城有一个官 不具怕神也不尊重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 尝到他那里说 我有一个冤家 求你给我伸冤 他狠久不受理 后来心里说 我虽不举怕神也不尊重人 只因这寡妇烦扰我 我就给他伸冤罢 免得他上来苟前我 主算 你们听这不易的官所说的话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 他岂会延迟不给他们伸冤吗 我告诉你们 他很快就要给他们伸冤 然而人只来的时候 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 不得吗 耶稣向那些自以为疑 而藐视别人的人 说了这比喻 有两个人想圣殿去祷告 一个是法理财人 一个是碎尼 法理财人独自暂着 自言自语地讨告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勒索 不宜奸淫 也不像这个碎尼 我每周金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恩 那碎尼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随着空说 神啊 害人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 被那人倒算为意料 因为凡志高的 必刚为悲 至今悲微的 必升为高 是 有人甚至连婴孩也带来见耶稣 要贪摸他们 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却叫他们来 算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地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接受神国地 若不像小孩子 绝不难进去